他现在又提前到了 这个人 等未来我会适当时说出来 大家知道这是美国过去军火商老大 军火商真正的老大 几个大的军火的电器 这个制造公司他都是大股东 他带着他儿子来的刚才提前又到了 提前到了 提前到了 这个人 他在头两天跟我说一句话 他要发起成立这个组织 成立的反共联盟 邀请了三十几位 其他世界上各国家的元首 和大的基金金融集团 而且当他知道德克萨斯州开始 要发起议案 坚决反对任何教育和美国的 国家养老基金和退口基金 投资中国的时候 他说他的马上就会 在所有有关的上市公司 他会发起反对任何人直接投资中国共产党 而且他还接着要成立一个基金 专门拯救在海外被陷害的华人 西藏人和新疆人 这个老爷子不简单 行了马上要来了 我得赶快去等着接待他 现在他又提前来了 他就要提前跟我说一说 就是说我这个独立顾问 他老发动让我来当这个 里面的叫CEO 就基金会的CEO 我说我有一辈子不参与组织 一辈子不参与任何的党派 我说我只做独立顾问 最后老人家就来了 从小天我去到家吃了这个饭 全家都在说服我 全家说服我 他的其中一个儿媳妇 是一个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 好莱坞演员 好莱坞演员 一直在说服我 我说你就是 给我金山银山 给我什么我都不会的 这是我的原则 我不会做的 但是这个组织等成立 公开宣布以后 大家会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的组织 大家不用再猜 绝对是这么多来 多年来 是全世界上最有权 最有钱 最有名的人 成立的一个反共组织 我可以给你保证 共产党会吓得尿裤子 睡不着觉 战友们我就不读说 本来还有其他几个话题 我就不读说